74岁老人跨越600公里从武汉骑行到南京表达感恩之情 11月2日,武汉骑巡老人黄根本来到南京鼓楼医院 当面感谢曾经救治自己的医护人员 据了解,10月27日,黄老从湖北武汉出发,朝着江苏南京一路骑行 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看望南京的医护人员 当天中午9点40分,身着红色骑行服的黄根本来到了南京鼓楼医院 今年春节,黄根本因感染新冠肺炎 在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接受治疗 期间,他因呼吸衰竭,一度背下病危通知书,生命垂危 是南京鼓楼医院的原湖北医疗队医生 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黄根本告诉记者,他平时就喜欢骑车锻炼,骑行里程超过3万公里 10月27日,黄老从湖北武汉出发,风雨艰行 用时6天顺利抵达江苏南京 我实际上说,我要活过来以后,我是一定会珍惜这个生命的 他的基础心率有50几下,基本上是运动员的心率 他就是以这样的实际行动来告诉我们,他恢复得非常好 那作为医生,这真的是莫大的开心,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情 看到自己治过的病人这么生浓活虎的,骑这么远的距离出现在你的面前 这就是我们这次去武汉的最大的意义所在 他74岁,从那么远的距离骑自行车来看望大家 大家都很感动,而且他自己也很激动 虽然是一个老年人,但是他是充满的这种活力,充满的正能量 战独自行车 战独自行车